Lun Sang 統帽 我們支持公服員 最主要的問題 過牢就是非安 我們世界各地的公服員工會裡面 都有一個共識 我們是飛行安全裡 第一線的守護者 也是最後一個的防備者 我們每一個人都經過 很长时间飞碗的训练 但是无论怎么样精细的训练 怎么样严谨的训练 但是一个人过劳 这会冲击着他的精神 他在飞机里面能不能够 在及时的时间做出正确的决定 如果一个人过劳 很多时候会做错的决定 可能有一些的决定做不到 所以我们很注意的 只要保持每一个人有充足的精神 不单是只看牢记法 最基本最低的休息要求 那是够了那是不够的 每一个人不是寻求最低的标准 应该比最低更加优秀 才可以保持遇上突发事件的时候 应变的能力 这是我们希望任何一家航空公司 特别简直是长龙空服员 能够争取得到 首先很多香港的市民 其实也有坐长龙航空的飞机 来往台湾 所以我们从自己的角度来看 长龙的空服员 有一个比较有专业 能够在一个好好休息的情况之下 去工作 然后有一个可以去参与 公司里面的自领的一个权利 有更加好的劳工权利 绝对是跟乘客也有关的 这个很重要 我是多年从事富士康用工情况的调研 一直跟踪富士康自杀的问题 从我的研究角度来说 我认为集体行动以及罢工 是最有效的争取劳工权益的方法 当然我支持长龙空服员的诉求 因为很简单 全世界的工人 他们有付出 付出时间 付出跟自己 跟家人相处的时间 来赚钱 出去养家 那么当然他们有他们的权利 去透过罢工 还有其他的行动 来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跟固仇 所以我在这里希望 长龙空服员的同志朋友 要加油努力 然后还希望台湾的民众 可以真的去了解一下 空服员每一天的辛劳 真的要了解 公员自己的权利 一定要大家一起 传接起来的争取 人的自由 工人的一些权利是应该有的 收集是应该有的 去争取一些基本的保障是应该有的 这是政府跟老板是应该给员工的 香港人就是我们经常去台湾坐这个飞机 我们觉得我们安全也是应该有的 所以我支持他们的罢工 就是因为我觉得全都是应该的 我生来都是打工的人 全世界无产者 乱可起来 所以我永远都站在牢房一边 因为资方已经是太有钱 有权有势 有权有势 长荣空服员的罢工 我当然支持 我在香港也支持国台的空服员罢工 也支持国台的机师罢工 所以这个就对我来说是不用问的问题 我相信长荣空服员的罢工行动 是一个正义的行动 因为大家已经被压迫了很久 就是为自己的权力站出来 完全是震断 而且是公益的 所以我支持长荣空服员的罢工行动 大家一定要站出来 为自己的利益 为大家的利益很多 我是朱凯迪 我是吴文远 我是吴敏儿 Carol 我是FICO 陈浩法 我是王雨来 我是香港大学 也是为学习的教授 我叛逸 我是长荣 我是长荣空服员